因为它脆弱而坚硬 凝固却又能展现出流动感 在传统中华文化中 是古老又宝贵的材料 可以透过独特的美感和工艺特色 成为传承文化重要的艺术形式 琉璃工坊37年来有一个关键字 自始自终不断地强调就是文化 那琉璃工坊既然作为一个 以文化传承为核心价值的品牌 以永远不断地创造有艺人性的作品 为目标的话 我们持续用琉璃材质 谈生命的体悟跟礼战 同时也传递了民主文化的概念 我们试图创作一种 可以跨国界跨文化 跨种族 跨性别的作品 创造一种今天这个社会的文化价值 在美国杨卉山也积极地介绍 琉璃和中华艺术的历史 从琉璃工坊赞助奖杯给 知名工艺团体Oceana 颁发给为海洋环境有贡献的人士 到近年来进驻百年精品公司 并推出琉璃生活系列 将琉璃美术延展到日常生活的同时 也体现多元的东方生活美学 如果我们推动的是大文化的概念 而不只是业务 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理念 每一个价值 甚至每一位行销伙伴的心态 都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而对于我自己个人观点来说 我相信世界越是混乱不安 人心越是需要这些精神面 情感面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面对琉璃制作的过程中 总是需要细腻手法 随着科技进步 杨卉山老师也注意到3D列印 虽能加速制作琉璃模具的过程 但却难以模仿人类细腻的手工 和情感的抒发 对此 琉璃工坊仍将新科技 视为一种挑战 目标要在传统和新科技之间 找到平衡 既能保留传统工艺特色 又能与时俱进 其实我们十多年前 就已经尝试用3D列印的方式 来做原型 但实际上 能够用在琉璃的创作里面的 还是不多 因为我们的作品 有比较多的复杂的造型跟细节 那目前的3D列印 对于我们来说 它仍然有很多技术上的障碍 比如说3D列印的堆叠纹 这些纹路会被烧制出来的 如果要去修掉这些堆叠纹 那些工石是做不完 也做不到的 尤其那些人的手感 那种很微妙的情感 3D列印是很难表现出来的 且看好美国加州 是全球环保领域的领导者 琉璃工坊也因应 环保概念的提高 循环利用生产过程中 多余的琉璃来创作 并赋予作品新生命 杨卉山相信 靠着持续不断的提升 琉璃艺术的多样性和实用性 将会让文化融入生活 让生活中有文化 董层新闻团队 罗杉吉报导